疯狂的狮子狩猎斑马 看看这个狮子死死的咬住了斑马的尾巴 斑马呀黑白两道 绝对是练腿上活的 也不是好对付的 这只狮子呀也是喝出来了 想用身体的重量把斑马扳倒 这个斑马一旦倒下就很难站起来 这是一只中年斑马 体格啊不是很强壮 狮子一般都是群体狩猎 今天呢 这单挑 看看斑马能不能逃过一劫 这咬合力也很强啊 直接锁猴 现在狮子也是泪够呛了 这个斑马真的太坚强了 就是没有倒下 看看奇迹能不能出现 看看奇迹能不能出现 看见这个斑马有点支撑不住了 水牛出现了 非洲水牛啊也叫做非洲野牛 野性十足 他们每年呢都要杀死几只狮子 就是为了报仇 看看水牛营救斑马 动物拯救其他动物 可以啊 今天水牛比较健义勇为 给水牛点赞 割浅的狮子 遭到河马的围攻 这个狮子王真是悠闲啊 跑到 岩石上睡觉 就被一群河马围攻啊 这要是下来肯定懵啊 这一觉醒来啊 吓坏了 河马这大嘴啊一张开 相当的恐怖 下圈尺达到了半米 在水里面呢 河马就是霸主 就连鳄鱼也得给河马面子 一点不惯的狮子 这大眼珠子可不小啊 河马对领地的占有权呢 相当的在意 他把狮子看成了 入侵的对象 狮子呢也会偶尔狩猎河马 河马一旦上了陆地 就相当危险 石群可以合作狩猎 轻松的拿下河马 这小尾巴 一看这个河马啊就皮糙肉厚 身上的皮啊很结实 现在狮子发起了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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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不过你就下水吧 在陆地上你很危险 这要是狩猎成功 狮子够狮子吃上两三天的 一只成年的河马呀 三吨重左右 绝对是重量级的选手 看看这大嘴 一口咬住狮子的脑袋啊 河马反杀成功 鳄鱼狩猎野马 看看这个野马野性十足啊 善于奔跑 野马呀很难驯服 他们是练腿上活的啊 这一提的下去啊 直接可以踩死鳄鱼 关键时候他可以用牙齿攻击对方 鳄鱼基本上都是潜伏在水中 攻击马的前腿后腿 鳄鱼的咬合力啊很强大 一排小牙齿 基本上都是突然袭击 虽然行动缓慢呢 但是瞬间的攻击速度很快 看着有点恐怖啊 看看野马用蹄子攻击鳄鱼 还是很有杀伤力的 鳄鱼还是在水中啊 牛逼一旦上了陆地也不行啊 看看科莫多龙狩猎野马 他们就是潜伏起来突然袭击 关键的时候 一口下去啊 就可以要了野马的命 因为他的牙齿上含有剧毒 这个毒液啊很快就会发作 轻松的拿下野马啊 疯狂的肺肺 狮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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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战非洲野犬 肺肺啊 我们以前认为他只吃水果和树叶 但是他也会狩猎一些小的动物啊 包括一些鸟类 还有一些小的动物 包括小的花豹小的狮子 他都会去狩猎 所以说这个肺肺啊是荤苏搭配 也是一个非常可恶的动物 现在非洲野犬在围攻 这几只羚羊 现在站到了悬崖的边上啊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已经达到了极限啊 非洲野犬啊 不擅长于攀爬 看看林阳能不能侥幸的逃脱 非洲野犬呢在非洲草原上啊 被称为三哥 他们狩猎啊相当的厉害 很有耐心 可以追猎物几十公里 也可以追几个小时 一旦被他们盯上啊 那就死定了 看看这肺肺 根本就不怕这个三哥 主动的攻击 成年的大肺肺啊 牙齿达到了五厘米差 也相当凶猛 看看这个非洲野犬 仗着数量大啊 在非洲草原上也是称王称霸 狮子 见了成群的非洲野犬也得给面子 他们很难缠啊 非洲野犬最擅长的也是韬鲲 看见非洲野犬干不过肺肺啊 这个非洲野犬相当的齐心 他这一个族群呢 也是上百只 也是很厉害的 这场战争 非非胜利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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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